花莲县议会民政小组一行8号分别前往花莲云产业基地 市区复兴街39号建物活化 还有花莲市和寿风厢的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来进行业务考察行程 对于云产业基地委托营运计划招标不顺的事宜 议员们也希望县政府要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县议会民政小组总召徐子方 副总召林品昂 县议员杨花美等一群人 8号一早前往了花莲市云产业基地进行业务考察 听取花莲县政府行业处长吴坤如简报说明 县政府为了活化公路局老旧宿舍 向中央争取经费改建为云产业基地 也在去年12月25号正式开幕 而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功能成效不彰 甚至委托营运计划都三次流标 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是来看 现在的像我如何还有使用的机率 那目前来讲是有三次流标 那我们也是觉得蛮可惜的 我们就像到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城市规划馆 那我们也希望这边可以达到的就是说 像AI的部分那像外县市或者是外国的游客过来可以了解我们整个花莲城市的这个规划 而市区复兴街39号建物空间活化计划当初县政府原本想打造成青年商业实验基地使用 并且花了95万元限制部第二预备金做先前诊顿以及建物评估后 建议必须整个拆除导致无法推动原计划 我们在评估如果在跟博报会在申请会相关的话 它的产权会是一个问题 就是在前端的位置前面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届时如果要再进行的话 跟我们前面的口线部分它都必须要把财政策务 那当然想说既然主地是这么方正 又是在计划区 是不是用到财政策务 或者是现实我们家单位去做更完整的去做和开拓 我们今天宪政推动的时候要规划的时候 先提供好我们可以做要不要做 如果确定好都没有问题了 那前预算编进来就执行 就不会变成说现在放在这里又流标 复兴街39号从前年开始 就已经编了100万的预算去拆除 拆除后之后闲置到现在 那中间有一次的流标 那但是到底要做什么 当初新发中心说要使用这个空间 但是随着拆除完毕之后又不要用了 那又要标租了 那所以我在我要建议的是 花莲县政府应该在想要使用 想要活化公共空间的时候 务必要确定自己要做什么 否则公堂不能这样子使用 民政小组建议县政府未来在推动各项计划时 一定要清楚评估其后续可行与否 才不会浪费了经费预算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 没办法 遇到